必须让她亲自到咱家门口迎亲 干嘛我非要送上门去 就好像我嫁不出去似的 她即将成为汉武帝的皇后 却十分的嚣张跋扈 不仅嚷嚷着要汉武帝亲自来接她 母亲劝她善良 结果她居然提出这样的要求 她要是不来接我呀 我就不嫁她了 阿娇要懂事啊 那也行 那你们必须给我准备红仇 要从咱们家一直铺到司马门 要不然 到那天 我死也不出咱家的门 之前老太后处处针对刘彻 对她重用儒学大臣的是十分建议 这几宗最受排挤的人 就是刘彻的老师魏婉 这魏婉怎么说也是三朝老臣 文帝景帝光是宝剑就送了一堆 可老太后那时好惹的 为了不激发刘彻与老太后的矛盾 魏婉主动找到刘彻 表示自己还是撒鸭子溜吧 咱再不走真走不了了 太皇太后 你派人去查老夫的家产了 查你 谁不知道你魏婉 已是清白 家徒死壁 一贫如洗 这人啊就怕查 你查起来啊就说不清了 要说魏婉可真不容易 自己辞职还心里惦记着刘彻 林总还要把脏水泼在自己身上 只要老夫一退 太皇太后就放一半去 这刘彻还真听话 立马就跑去找老太后汇报 果然魏婉黯然离开了 刘彻对她也是爱莫能助 因为她此刻正被打婚的时候搞得头大 刘彻表示真是太难了 就因为小时候一句金屋藏娇的戏言 搞得自己要去阿娇这么个祸害 必须给我准备红仇 要从咱们家一直铺到司马门 要不然到那天 我死也不出咱家的门 这哪里是娶媳妇 分明是个自己娶了个活祖宗 没事还得跪着拜拜 到了结婚这天 阿娇的牌上可谓是空前宏大 看她嚣张的脸上 恨不得叫刘彻当场跪下当田狗 这刘彻是谁 可是堂堂汉武帝 能是受欺负的怂邦吗 不过她现在还是个弟弟 在阿娇那边还只能忍着 实在别居也只能借酒交仇 没事找淮南王的闺女流淋闹闹嗷 这一来二去俩人还就玩嗨了 都回了刘彻抗拒了诱惑 陛下难道不明白妹妹的心吗 不行 朕要走了 天下总有湖海万千 朕眼前只能取一瓢银 朕作为君主 最爱的是江山 而不是没人 忘了朕吧 要不然这汉武帝 真毁在这女人手上了 这个流淋日后可真是个祸害 打起见了她都得喊情吗 估计也就武则天旅后这级别的 能把她按在地上摩擦 这个咱们后面再说 可说归说 刘彻真是要面对这阿娇 还真是无福消受 幸亏她姐姐赶来劝她 这才让刘彻勉强入了这洞房 你别忘了 今晚是你的初夜 我的好姐姐 你还拿阵当小孩子呀 不过这也让刘彻因此 与魏卿第一次碰面 这是我的一个奇奴 魏氏叫魏卿 奴才魏卿参见陛下 这位可是日后打的 凶猛叫爸爸的大将军 不过此刻的魏卿 还在宫主府这个新手村练集 没事为魏玛积累经验包 最终刘彻还是和阿娇入了洞房 但他结婚的事 可是让匈奴蝉鱼急坏了 他表示自己也老了 是时候安排继承人了 目前这季承人优俩 一个是纯正血统的医治血 另一个是鱼丹 这鱼丹是南宫生的 换言之 这鱼丹就是刘彻的外申 大蝉鱼也不墨迹 直接让各部族头领来投票 开始吧 结果让人始料未及 这个匈奴无比的医治血居然落血 大蝉鱼没想到 这是他的这个决定 亲手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而杀他的人 居然还是他的亲儿子医治血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谢谢大家